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一年多的时间 俄罗斯间接受到西方国家的沉重打压和制裁 同时乌克兰由美国以及北约成员过程 在大面前呈凶斗狠 想将毛熊拉下世界第二的高位 让自己在美国面前扬眉吐气一回 只是让乌克兰没想到的是 战争持续到现在 依旧无法撼动大欧 而且向乌克兰支援武器装备的北约 也在前不久宣布弹药库告急 反过俄罗斯好像从来不为弹药的事情着急 这不禁让人产生疑惑 难道俄罗斯背后也有后援吗 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并没有明显的外援 几乎是独自奋战 从战争初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全方位对大进行制裁来说 当时几乎是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虽然有些国家在联合国上表示 对俄罗斯的理解和思想上的支持 但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对其提供武器和兵力支援 反观美国借着维护世界和平 保护弱者为由 大肆组织北约成员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甚至还对那些支持俄罗斯的国家 采取了强硬手段进行打压和警告 阻止这些国家参与这场战争 没有和人外力援助的俄罗斯 却有源源不断的弹药 好像取之不禁用之不解一般 然而大俄之所有拥有冲突的弹药 在战场上进行厮杀 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自身完善的军工体系 以及规模庞大的弹药库 众所周知 俄罗斯的前身是苏联 在军事方面可是能够与美国相媲美的存在 不仅有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弹药管 在核武器方面 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对美国造成威胁的国家 而俄罗斯则是继承了苏联主要的军事遗产 强大且完善的军工体系 自然也包括其他 有了这些就能够生产各种类型的武器 和各种型号的代表 此外还包括大量的战机 导弹 主战坦克 以及核武器 在这样的基础上 俄罗斯在武器制造方面 就会比其他国家更有精益 最重要的是 军事产业也是俄罗斯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因此 国内不懂会有足量的武器储备 如果生产的军用武器 都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 又怎会大量出口 此前 普京大帝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在欧乌战场上 俄军根本不会担心火力问题 因为俄罗斯武器储备总量 要比所有北约成员国加起来的都要多 而且生产军用武器的速度 可是美国的失费 所以 俄罗斯数量庞大的军用武器以及核武器 就是与几十个北约成员国对抗的仪器 不过除了弹药量充足之外 能够让俄罗斯 在面对几十个国家武力的共同围困下 依然保留一定的势力 还与其地理优势有关 从地缘来看 俄乌战场与俄罗斯相比 在双方交战的过程中 能够利用最短的时间 将所需要的军需物资送往战场 而为乌克兰提供资源的北约国家 却很难做到这一项 毕竟地理位置这种客观因素是无法克服的 要知道乌克兰与北约国家之间相距千里之力 在输送物资上 不管是走水路还是使用战机 都会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成果 而对于战争来说 最宝贵的应该就是时间 毕竟战场上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 消耗的时间越多 双方对峙较为弱势的一方 就会面临更多的危险 而乌克兰之所以在北约的支援下 依旧很难在战争中处于上风 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则是军需物资不能及时送到 导致其弹要紧缺 面临无弹可打的尴尬局 而这也是北约成员国 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用武器 甚至战亚库宣布搞急 都没能耗得过俄罗斯的营 北约如何缓解战亚库紧张这一问题 前不久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公开表示 乌克兰消耗战亚的速度太快了 已经远远超出了北约生产战亚的速度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一般情况下 乌克兰每天需要消耗5000多枚炮弹 如果双方陷入激战 消耗炮弹的数量可能高达6000多米 在这样的消耗速度下 北约很快宣布战亚库告急 为了缓解这一难题 北约首先想到的就是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忙 毕竟军事实力是包围国家安全的硬性调节 如果没有足够的弹药 很有可能让自己身处危险当中 于是北约成员国向以色列 巴基斯坦等国家求助 启动战亚生产线 以填补北约国家战亚控缺 虽然这个方法能够大大提高生产效果 并且可以在最短的时间 恢复北约战亚库的储备量 但该措施需要在前期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以及成本 并不能立即对北约现如今面临的窘境 产生立竿建议的效果 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 可以缓解北约战亚库告急的难题 只是面对现如今战况紧张的实觉来说并不现实 除了把目光放在其他国家身上之外 注重自身的发展才是根本 因此想要在现阶段解决大要紧缺的问题 最应该做的就是需要加强北约国防工业的发展 北约中很多国家之所以需要美国的保护 就是因为自身实力不足 想要借助美国的力量 获得利益 并且在自主研发方面的能力也有所欠缺 尤其是军事风格 在很大程度上 主要依赖于进口的武器装备 虽然像进口大量先进武器 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国家的军事实力 但当中却存在着不小的弊端 一旦那些军事实力发达的国家 停止武器出口 届时北约国家的军事力量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为了保障自身安全 以及减少对进口武器的依赖性 北约成员国应该加强对国防工业的投资 依靠自己的能力 在武器方面做到自己自足 毕竟国防力量的强大 不仅会增强本国的军事力量 而且还能够拉动经济发展 不过想要有效的提升国防实力 不但需要前期的大量投入 而且还需要加强专业人员的培养 以及技术创新 此外还可以加强国际合作 在相关峰会上进行技术交流和分享 从而推动技术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 需要国家对国防事业的重视 并发布相关政策 如此一来 才能吸引大量的人才和私有企业 加入到国防建设当中 进而达到带要增产 缓解国家带要紧缺的问题 北约对俄罗斯的挑衅 将付出怎样的带走 近期 中国人民网评论员许海云认为 北约不断对俄罗斯进行挑衅 或许将会留住甚至是全世界造成大麻烦 这位评论员的看法 不是天马行空的捏法 而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 今年5月 北约31个成员国 针对俄罗斯制定了几千亿的作战计划 根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称 北约制定的作战计划 主要是为了应对俄罗斯在欧欧战场 以及白俄罗斯等地区 进行的军事行动 因为北约认为 俄罗斯一系列的军事表现 已经对欧洲国家 黑海以及北级等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产生了严重威胁 为了提高对俄罗斯的威慑 北约国家快速组建了一支 总定力达到30万人的军队 以保护北约成员国 及其盟友的安全和利益 然而这对俄罗斯而言 无异于是一种挑衅行动 而北约对俄罗斯挑衅后的代价 最先报应在了法国身上 前段时间 法国一名警察射杀了一位17岁的少年 虽然害人听闻 但这本是一件通过法律就能够解决的事情 其全国的轰动之所以会这样 回根结底还是因为欧乌战争的爆发 导致俄罗斯切断 向法国输送天然气和石油的轰动 导致国民经济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此次的射杀事件 也就成为了大规模动乱爆发的导火索 而这场骚乱很有可能蔓延到欧洲所有国家 毕竟欧洲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如果北约还在继续公伍 将俄罗斯逼着绝技 或将引发全球性的战争 只是这样的前导性危机 并没有让北约警醒 还在推动北约在乌克兰的驻军 而美总统拜登 甚至还是派出了核武器对战机进行检测 并前往欧洲 看着架势 应该是为了与俄罗斯之间 展开核战争的爆发做准备 如果俄罗斯在北约的步步紧离之下 真的选择动用核武器 届时 以全人类为代价的核战争 将会一处击方 更重要的是 战斗民族可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数量最多的国家 就算将全球所有国家都轰炸 也会有大量剩余 所以俄罗斯根本不惧怕武器数量短缺的事情发生 然而最主要的问题是 一旦核战争爆发 将无法挽回 对人类造成的危害也是不可逆断 所以 面对目前的情况 北约应该审视自己的行为 以及核战争爆发的后果是否能够承受得了 以及战争后续的问题